那明顯所以國民黨內到底能不能夠團結 現在看起來韓國瑜的聲勢開始下滑 那郭柯王現在吵吵鬧鬧兩個禮拜 這個非常曖昧的情節 那媒體今天蘋果還發個新聞說郭王沛的機率比較高 然後柯文哲也表態挺郭 你怎麼觀察這個政治效應 我先講氣保啦 如果照目前民調誤差範圍內3%或5%內要氣保不太容易 你如果拉到差不多10%真的有明顯的差距 就是說兩強一弱才有可能氣保 如果是三強鼎力的話 要操作氣保或自發性的氣保 那種大規模的不太容易操作啦 技術上 那至於說整合的問題對我們來講 第一階段的整合當然目標是 郭台銘跟王金平難度蠻高的啦 就包括說在整合郭台銘的部分 包括吳敦義主席去見了張專謀的夫人 那因為郭台銘的表姐嘛 那你沒有辦法見到郭台銘的本人 甚至馬英九總統也是試圖去聯絡也找不到人 就代表目前現階段是屬於碰壁的階段啦 但是媒體追蹤說7月31號郭台銘回來 8月1號就跟柯文哲見面 也跟王金平見面 就是王金平跟柯文哲才找得到郭台銘 整個國民黨中央都找不到 這訊息誰放出來的嘛 我認為有可能是 我推測啦 我可能柯文哲會被人綁出來嘛 哦 為什麼 柯文哲他要形塑說一個說 啊 你看你們黨中央 國民黨中央就是不仁不義啊 你們把郭台銘啊 把那個王金平逼走嘛 就是有點 柯文哲的策略是這樣操作啦 要操作曖昧啊 生米煮成熟飯啊 其實我認為雙方雖然有互動啦 包括柯文哲成立政黨那一天 郭台銘送花嘛 那他的發言人爾門達也出席了嘛 那至少雙方有一定的接觸 不姑且不認柯文哲跟郭台銘 到底有沒有真的會面 可是至少有一個曖昧的狀態嘛 那柯文哲甚至又加碼說 啊 雙方到底要怎麼樣 甚至媒體又說 那民調如果是超過5% 那就有可能宣布參選 我認為 柯文哲有在塞人啦 塞人逼得 就是把他弄得說 啊 你郭台銘就是被逼走這樣 在我們的內部群組 包括藍營的內部群組 LINE裡面 一連串都在罵郭台銘 我覺得那種聲音出來說 啊 就是你們國民黨 把郭台銘寵壞了 我覺得類似這種聲音出來 誰在罵郭台銘 韓粉嗎 很多啦 支持者不一定是韓粉 就那種聲音一直傳 那種文章一直傳 我覺得最後有可能 把他弄假成真 那就有了解喔 郭台銘回來有見了 包括挺藍軍的媒體人士啦 資深媒體人啦 那還有跟黨內的大佬 不是主席啦 又有通上電話啦 大家一次給他的建議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不要那麼早決定啦 你比較慢決定的啦 就是說你到底選或不選 你晚一點決定 因為這個資深媒體人 跟我講一句啦 說現在沒有人勸得了郭台銘啦 沒有人好就助他啦 因為他那麼棒 所以表示有人去勸他退選 或者有人勸他不要參選到底 你用勸這個意思就是要勸退嘛 對的意思是說你不會掉嘛 就目前的情況底下你選不掉 選不贏啦 那選不贏的情況底下 你出來選可能就變成說 到時候韓國一敗選 就兩敗俱傷 你可能就變成一個罪人這樣子 你覺得這個民調是郭台銘選不贏 還是韓國一選不贏 其實民調不是綠黨 很多種 不可能出來有贏的嘛 照民調其實郭台銘自己 現在看起來沒有人有贏的 沒有人有贏的啦 三個都會民調其實都誤差範圍內啦 我相信郭台銘之前也有做民調啦 郭台銘自己在做決定 所以他一回來沒有立即宣布的情況底下 大家建議他他幾個人 就幾個人他見過人建議他說 你晚一點再做決定 你要選或不選 你晚一點嘛 8月底到9月初再做決定啦 所以有人包括李燕秋 提出了一個叫復仇者聯盟的概念嘛 就是說 誰復誰的仇 復蔡英文的仇 還是復韓國瑜的仇 復蔡英文的仇啦 我說勝利者聯盟的概念 我說韓國瑜是總統嘛 那葛奎 葛奎就是那個郭台銘嘛 然後副總統就是那個那個朱立倫嘛 類似這樣三個人把它整合起來啦 那時候多到博文講到一個啦 就是說現在的情況是這樣 韓國瑜的民調確實有停頓甚至有下滑 至少對比我們內部的初選嘛 所以 我們現在觀察各家的民調 都類似綠黨的民調 而且綠黨的民調是類似蘋果日報 類似品觀點的民調 至少有那個瓶頸在嘛 可是我認為我們內部評估不會重演到2.0啦 換出2.0啦 因為那個韓粉的那個 base是遠高於祝粉的 所以目前不可能 因為韓國瑜不可能崩盤嘛 只是說他的天花板隱約看起來就在那裡 怎麼去突破 其實不用換啦 怎麼去評估好不好 你不要那麼見方差 你們有內部的問題啦 就是說你怎麼去突破韓國瑜的民調 第一個他市政必須要再拿出亮眼的成績啦 第二個加班的情況其實還有啦 包括不分區 包括副首 這是要涉及到 國民黨的不分區還能加分喔 有啊 大選結束也有啊 國民黨2008有沒有加分 還是有啦 有加分的空間啦 喔 真的很樂觀耶 沒有啦 你必須要 現在喔 國民都跟韓國瑜綁在一起 那我問你喔 對於區域立委來講 韓國瑜是加分還是減分 有加分 他們也有他的包袱存在 好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如果李彥秀選港湖 對決高嘉宇 港湖 李彥秀要不要掛上韓國瑜的合照 我們一定會掛啦 全部都會掛啦 那你覺得掛了 那你覺得掛了是幫李彥秀 還是幫高嘉宇 港湖基本盤一定沒有問題啦 可是對於有些年齊選民 那基本盤如果剩下三層呢 三層要靠個人努力啊 我覺得個人努力可能 因為立委候選人 自己區域有在自己區域經營 你不能全部都靠母機來加持嘛 這雙方都要多要用 我覺得現在藍軍是這樣子啦 已經正式提名了 大家就把社會了啦 沒有那種說分工 你韓國瑜或郭台銘怎麼樣 全黨綁在一起 因為吳東英主席在中常會 常常說他很清楚啊 全黨都要辯護啦 現在情況有點這樣 韓國瑜如果垮了 國民黨也就垮了 韓國瑜能上去 國民黨就可以上去 這全黨要有這個共識啦 那韓國瑜已經看到 外擴效應的瓶頸天花板效應了 國民黨要幫他克服 國民黨如果 國民黨可以克服喔 國民黨過去也有經驗啊 國民黨畢竟過去打大選 有這種經驗啊 當然國民黨是一個不擅長 打逆競選戰的政黨啦 所以可是要努力去克服啊 你這關克服不了的話 那韓國瑜如果選輸了 國民黨等於是也垮了一半了嘛 我就是這樣 大家全黨要有這個共識啦 所以當然高雄市政 跟所有韓國瑜這部分 未來再磨合的部分 要再努力啦 好